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欢子 走进千春光复系列拍摄活动 现在在湖南滕阳岐东县 在我身后这边是茶子园 在这个春季的时候 茶子树上面会长那个茶耳 大家一定小时候吃过的 这个茶子树它结的果子可以用来炸油的 这个花已经开过了 我们来晚了 它已经结成果子了 但是果子还没有成熟 不能拿去炸油的 但是这个春天的时候 它会长这种茶耳 这就是茶耳了 它那个小耳朵一样 但是它吃起来是甜甜的 这个好像可以吃了 大家吃过没有 这种 还是可以的味道 还是可以的味道 在这种茶耳的话 一定要找这种有点红红的 再带一点白的 再带一点白的 这个后面这个皮脱掉的话 这个茶耳朵也更甜 这里还有很多 哇掉了 我们把它捡起来 这个有点红 可能会有点涩的味道 这个皮脱掉了之后 才更好吃 还记得小时候 就是读书那一回 读初中小学那一回 每次都是走路去学校上学的 在山上的时候就背个书包 然后到山上摘一些茶耳吃 因为我们小时候 没有什么零食吃嘛 只能吃一些野果什么的 还有这种树皮呀 大家那边有这种茶耳吗 就是甜甜的 像树叶一样 大家有多少年没有吃过这种茶耳了 还记得它的味道吗 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欢子TV 我会给大家拍摄更多野生态的浪水城 想看更多视频请关注 微信公众号欢子TV